大家好 这两天有一个新闻 大家可能忽略了 其实是前几天我就关注到了 但是我一直没想 没做没时间 现在弄留学嘛 天天还得拍留学的视频 是怎么着呢 就是中国大量的 基本上就是清真寺 八十年代以后建的 都是圆顶的嘛 现在要陆续的都要改成中式建筑 也就是说宗教 中国化 有一个 而且央视还登了这个 是西宁的一个清真寺 讲什么名字忘了 它是圆顶的 要把它改成 还有效果图 方顶的 然后呢 引发热议了吧 就是宗教 他们宗教就是回民嘛 主要是回民 他们就是 展开一下热议 有的理解不理解 反正都 你也得盘 是龙你也得盘着 是吧 然后呢 这里边呢 人家作者也是说 怕不解 就是讲解了一下 就是之前呢 从最早 那个福建那边 包括咱河北 是吧 河北 东北 天津 北京 陕西 宁夏 河南 就这些地方 大多数的地方 清真寺 就是从清朝的 明朝的 包括民国时期的 它都是中式建筑 这点真的 真的这点我特别赞同 就是我觉得把它 这个圆顶的那种 奥斯曼 风格的那种 那种东西 改成中式的 哎 我觉得挺漂亮的 因为我最早啊 肩负我的 就是原来我在天津西北角 不是回民区嘛 他那就有个清神大寺 是在楼群里 我第一次看见的时候 我说怎么跟寺庙一样呢 怎么这古建筑呢 我说真漂亮 中式的古建筑 我说真漂亮 后来才知道 它也是 好像是清朝 还是民国啊 建的那个大寺 感情清真寺 是以前是中国式的 现在80 80年代以后啊 为了改革开放也好 包括什么也好 它这个方面 它太松动的情况下 你看它弄的 都是那种圆顶的 尤其是到那个兰州 那个市中心 那个清真寺 当然也挺漂亮的 圆顶的 是白的 白颜色的 包着江 挺漂亮的 但是呢 就有个想法 就是我觉得 改成中式的挺好 挺漂亮的 但是这得花多少钱啊 这你看 那个时代 大大小小建的 清真寺得有多少 是吧 你建的清真寺 有多少 你挨个都得拆呀 都得把那上面 改成中式建筑 这得花多少钱 能不能建议 就是说以后再他妈的 有这种 回民啊 什么的清真寺 你政府别出资 你让他们自己出资 而你们来负责设计 新的清真寺 全部是中式的 我就建了 跟古代一样 是吧 都是中式的 你这些 现有的这就别 别动了 你妈 花这么多钱 你说是吧 但是我虽说 我也希望 都把他们变成中式 那样都好 就是说 唯独清真寺 这次我特别希望变成中式的 那点 而且包括一些 哎 这里又说了一些政治不正确的话 但是这次这个措施 我觉得我挺赞同的 我以前其实就想过 如果有一天这样多好 那这次央视给实现了 就算了